我这边有一个最新的进度 也就是这个是被列为共犯的 北市都委会执行秘书邵秀佩 因为出国两周遭检方怀疑是畏罪潜逃 但是北市府证实他是依规定请假 而且他昨天已经返回台湾 那么根据了解 联政署上午已经通知他道案说明 所以目前他的人正在联政署征讯当中 董哥 我们看这个案子 法官检察官还有联政署都在鬼混 法官鬼混 那他们都很明显 就是说检察官跟联政署认为说 可以把柯文哲这样打的话 将来大家升官有望 所以他是用政治的方式在处理 那法官昨天才觉得 邵秀佩是何许人 邵秀佩是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执行秘书 他原来是都市计划级的总工程师 那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就是彭正生 所以彭正生有什么事情都是交代他 因为他是执行秘书嘛 那他对都市计划也很熟 所以这个案子他当然处理非常久 那大家看法官的 让柯文哲无保请回里边 还有把彭正生积压进件 他里面讲什么 讲因为还有个共犯在潜逃啊 法官怎么会有这个信息呢 一定是检察官告诉他 我们非押彭正生不可 因为还有个共犯潜逃我们抓不到啊 那大家可以看 邵秀佩昨天回来 他今天上午传信给李四川 对 他说我从头到尾没有接到 约谈 约谈 你们连约谈都没有约谈我就说我潜逃 你们连政署跟检察官是在鬼混嘛 然后还把这个信息告诉法官 法官信理为真 所以现在应该把彭正生放出来啊 因为还有共犯没抓到才要押彭正生啊 对不对 我讲是合理嘛 所以我说我们的检察官有过不认真 我们只想政治 江振逸你们就是只想搞政治 因为过去靠政治 起诉马航九泄密案 原来检察官江振逸就身为主任检察官嘛 我讲实在就这样 所以连政署大家也是都在这样想 哇赶快 风风吼 那我老实讲哦 这个案子的检察官还有连政署这些人 还有法官哦 都不及格啦 这不及格到已经到了匪夷手势了 我告诉你哦 台北市议会哦他有一个 金华城的小组里面有九个议员啊 每一个议员对案情的熟悉都超过检察官 超过法官 法官 老实讲他是在鬼混 因为他那些都兜不容 那我们讲哦 其实金华城这个案子他吵很久 刚刚兵哥你大家也听他讲你就知道 对不对 对 这柯文哲在当市长时候就被执行过好几次 对 民进党那些 包括阿苗 包括减苏培 对不对 何孟华很多人都执行过他 你 这个 容积率是公共财啊 你怎么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那 柯文哲是什么时候协认 2022年现在是24 2022年12月25号 金华城是什么时候动赌 2022年10月19号 他就离我们这边不是很远 松山区要盖19楼的高 地下7楼 要盖4栋19楼高的 是很大的一个那个 柯文哲在场 旁边站的就是小沈 沈庆庆 柯文哲 他打赶出来说 我三 关键事业我才知道 进化成840 农季率什么 这当然是 当然没有人相信嘛 可是这个民众党副民主党 徐甫有说 他说台北市政府的业务或陈勤 多如牛毛 当初柯文哲接到陈勤 认为有必要做研议 转交专业单位 这当中的细节过程与折冲 作为一个市长不会干涉到个案 李文中说我很负责的收 我通通不知道 这个李文中啊 这今年最有名喷发出来的经济 我负责的收我不知道 柯文哲的50年同学啊 新竹中学是这样教学生吗 各位 你如果注意金华城 金华城大概这两三个礼拜 其实 烧得很火红 可是金华城的事情 已经讲了两三年了 对 柯文哲卸任都快两年了 大家想想看 那上次的市长选举也很多人提出来 那如果你是最近才知道 你有没有看过这两个字 PM PM 这是柯文哲批的 柯文哲要求都市发展级要 你们应该当金华城的PM 什么叫PM 专案经理 你们要把它类为专案来当经理 后来柯文哲觉得说 都市发展级不够积极 他又批了一个公文 又要求说 彭震生你要当金华城的PM 柯文哲PM两次啊 柯文哲说现在我不知道 我市长没有管那么多 是你下指导棋的嘛 这个是很清楚的 连我们都认识 很多老百姓都认识PM是什么 就是专案经理嘛 对 那我们一个民间 他自己 有个案子 我们市政府要帮他成立一个PM 这是公司才会的吧 公司总经理交代经理说 这块地我们一定要努力取得 或者政府那个标案我们要讲 你当专案经理把这个 所有的都构造好 然后我们来争取 柯文哲现在对一个财团是这样啊 你跟财团一起在吃人肉吗 我讲这就很实在的啊 我为什么这样谴责检察官跟法官 因为你们的不认真已经到了匪夷所思了 你们随便找台北市议会这九个专业小组的议员去问 每个人都熟悉了一塌糊涂 因为那边有一堆公文嘛 因为他们议员可以调市政府公文 公文就是我刚讲PM的公文也在里面 柯文哲说现在我今年三四年才知道 那过去执行你 你还有问有答 对不对 过去议员还骂你说 你会不会卸任你也有五大弊案 不可能 我都记得那一幕场景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 我们在讲这个案子 其实你很多东西 检察官的不认真 就是说你很多东西巩固不牢 法官呢 法官他当然要开脱柯文哲 我老实讲法官就是要开脱柯文哲 那他就说你这个不够那个 就是你里面讲到那些 讲柯文哲的部分是什么 柯文哲不是都委会的成员啊 他不是里面成员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对里面东西不熟悉啊 他的理由既然是这样 这是里面最重要的理由 那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 他也不晓得龙潭案啊 龙潭案也不归他管啊 龙潭案是归行政院国科会在管啊 对不对 而且是国科会的族科管理局在管啊 那陈前总统阿扁怎么被判有罪 各位我讲这就简单理由啊 所以今天哦 柯文哲做了这个指示 我刚给各位看了PM这两个字 你想一想看 这是他做的指示 本来彭正生跟他讲你不能答应 彭正生跟他讲不能答应之前是都委会跟他讲不能答应 为什么 因为金华城正在告我们的都委会啊 对不对 我们的都发级啊 我们都市发展机被科 被他们告 我们现在官司已经快出来了 我们会赢啊对不对 照我们城市的政绩 都市发展机跟柯文哲讲完以后 柯文哲还坚持要 彭正生又跟他讲 说不行这个 是柯文哲要的啊 所以你只要看这个过程哦 我老直想 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个是上面指示 这个就是上面指示 那你今天 指示的人说因为他不是在发展 他不是在督委会里面当委员 他对里面那个东西也不清楚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督外界悠悠之口的 但是我觉得说检方不够认真在现场 你也讲不出这个所有人 你只有充满了政治的抗训 然后在里面讲东讲西讲那些 你没有办法去说服法官嘛 那我觉得说你在检方你可以去 访问台北市议会 因为台北市议会也快开议了 10月4号开议嘛 那他开议以后他 之前他会把这个小组的东西汇整 汇整以后 市议会一定会做个捷印 把这东西交给检掉 那你检掉不要那么被动嘛 对不对 你随便找这些人去问 他们手上有一堆公文啊 这柯文哲指示的啊 对不对 柯文哲还公展也是他签字 公展是什么 公共展览 你一个东西改了以后 你要布告 告诉周遭的老百姓 老百姓可能觉得我们受影响 我们管队哦 至少要公展一个月 对 这个是柯文哲批的 一般是不用市场亲自批 都委会批就可以了 所以你既然看所有这些过程 你要想回首思啊 为什么会这样 我说两边都在混 然后两边也各自有目的啊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